剛剛說你們在回音了 所以今年什麼時候會發行專輯呢 我想應該是在春夏的時候 聽日記的歌就是比較那種溫暖 然後比較開心的 滿適合在春早花開的季節 但我也不敢抱歉 跟你們說思念 我好像不變六月的事情 春夏的時候 期待你們的新專輯 謝謝 謝謝 現在也就來了 那就帶來你們新專輯的歌好不好 好呀 今天我也就是 特別就是把我的團員也運過來了 然後我們歡迎七日記的吉他手 楊子婷 今天將來七日記 現在就是做音樂的這個路上 有這麼多的好朋友 一起 就真的是一起堅持到現在 然後 我們跟小王子 認識了很久 然後後面懷孕 我們也都是很久的朋友 今天是等於是我 第二層站在Legacy 我都是當來賓 上面是PR的來賓 然後今天是神秘書的來賓 真的也很希望 然後在發專輯的那天 我們可以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演唱會 然後也是在Legacy這邊 跟大家分享我們的音樂 那今天帶來一首慢歌 因為今天是神秘書 我們都不完美 對 演唱會 我覺得 我們都不完美 是 很誠實的一句話 因為其實 感覺就真的是不完美 才是完美的一個本質吧 就是誰沒有瑕疵呢 就是 有縫隙 才會透出不管 那這首歌就是在我自己覺得 我很不完美的時候寫的 他 我那種寫的時候很脆弱 就覺得自己要 hold不住了 所以 每一次聽這首歌 自己都會 都會有一些獲得 也希望 你們會有感覺 這首歌叫做 我想變成我